有消息称,江泽民去年冬天没有如往年去海南岛过冬,因其身体出了问题,最近曾请国外的医生诊治。 同时习近平正在为19大人士做部署,将被软禁在上海,并被进去海南,防弃搬扰19大前的人士安排。 博讯杂志最新披露,近十年来每逢冬天江泽民,都会飞海南三亚,尤其是湖温时代,三亚更有直通中南海的热线。 江泽民声称三亚比北京舒畅,比杭州温暖,比深圳,珠海清静。 海南岛对江泽民来说,俨然成为他遥控中南海的象征。 2015年的冬天,习打破了江的这一惯例。 北京政界人士分析指,江泽民在这个时候被进外出,与习近平时下,正要为明年底举行的19大高层人士布局有关。 习近平不希望由他主导的人士布局,受到任何因素干扰,包括来自退休元老门的干扰。 将派大老虎周永康、徐才厚、郭伯雄等被清算,习不能不防江泽民背后搞动作。 祖旗去海南过冬,大概也是习药防患于未然。 报道还透露,江泽民的身体也出了问题。 去年为了江的病,中办保健局专门请了外国医生到大陆为其诊治。 自去年9月3日大阅兵后,江泽民至今内公开露面过。 天安门阅兵时,电视镜头前的江就显示身体虚弱,要人拆服行走。 不久前,上海著名维权律师郑恩宠,接受大纪元采访时,肯定地表示江家已被内控,只是当局没撕破脸对外宣布。 郑恩宠曝光这个消息后,一直没受到任何骚扰,他认为,这说明江泽民家族势力彻底终结。 上海帮韩正的班子已被彻底架空,对习近平兵临城下已无任何招架之力等着束手就擒。 另外,民间形势变化很大,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现象。 2015年1月初,江泽民一家三代,在海南岛著名景区东山岭公开露面,被外界解读为江玉释放东山再起的信号。 但江在海南出游的消息,很快被全面封杀。 江泽民那次露面的歌片,习阵营即进行反击。 海南、江苏两地官场又将派人马应声倒地。 2015年1月8日,习阵营继续出击,江泽民长子江绵恒的中科院,上海奋院院长职务被撤下。